贝莱林Hector Bellernt进追平球法新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英朝第二十二轮上演伦敦德比 兵工场组阵球长球场 Emirates Stadium迎战蓝军切尔西 兵工场在捕食阶段靠着贝莱林H 上半场两队互有攻势 但可惜都交了白卷 到了下半场第六十三分钟 霍尔丁Rob Holding的鞋传球打在莫拉塔 Overall Morita的腿上变向 威尔西尔Jack Wilshire把握机会一脚进射破网 兵工场一比零领先 但兵工场领先优势没过多久 第六十七分钟 贝莱林在禁区内绊道阿扎尔 Eden Hazard让切尔西获得十二码球机会 阿扎尔亲自操刀右脚推射替蓝军追平比分 比赛末段第八十四分钟 扎帕克斯塔 Divide Zappacosta 右路摆脱 Ners Andsley Maitland Niles 的防守将球传到门前 阿龙索 Marcos Alonso 快速跟到前点右脚推射入网 T切尔西要回领先 捕食阶段第九十二分钟 阿龙索投球结尾 并没有顶远 后 方的贝莱林将攻折罪 直接起右脚爆射破门 将比分追平 最终 这场伦敦德比基战就以二比二拼手收场 赛后 切尔西以十四胜四和四败四十六击分战居第三名 落后榜首慢成十六分 兵工场则以十一胜六和五败三十九击分排在第六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